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话直说一分钟 近日政府展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咨询工作 目前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填补库房 保障基层以及拉动消费等等方面 也都有立法会议员呼吁政府要关注中产阶层 事实上在关于公共政策的讨论之中 中产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群 这种不够富不够穷的监界处境衍生出很多潜在社会问题 值得这一次预算案之机深入探讨 言行的社会福利机制 确实存在了一些无法照顾到中产阶层的死角 例如大多数援助计划都持有经济审查 退休后的公务员或专业人士 由于拥有私人住宅或一定储蓄 往往无法享受到这些福利 而一旦中产阶层遇上官非、失业或生病 很可能一直之间就会沦为无产 此外一些专业人士虽然收入较高 但每年纳税金额也同样不非 而即使收入再高都仍然属于工薪阶层的范畴 已受到市场波动影响 其资产所具有的风险性不用看小 扶持基层不等于要将公共政策一味倾向低收入群体 同样政府也不能因为中产阶层收入较高 而忽视这个群体对政策支持的现实需求 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固然不能做到面面俱缘 但亦不应厚恥薄屁 尤其要考虑到去年以来 经济下行对就业环境所带来的影响 为中产阶层提供更多税收、教育、养老方面的支援 如果大家对于议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